刚刚文文爸特替大老远送过来的 等小鸢放学回来 就给她一个惊喜 哈喽大家好我是安生凯嘉 这是我的闺蜜文文送给我的圣诞礼物 文文对我真的是太好了 什么都想到我 那今天呢就给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 先把它拆开 这箱子非常的精致 回头你可以放别的东西 看起来像吃的 这是什么圣诞老人 这个是鹿 这个是挂子 那是铃铛 雪铃 生干树 手套 雪花 现在问题来了 先吃哪个呢 哪个都这么好看 怎么了 每个都手不得毁掉 怎么就毁掉了 那我们看看哪一个长得相对稠一点 感觉这个雪花跟铃铛颜色相对单调了一点 要不这两个里面觉得一样 吃铃铛 吃铃铛 好的 念一下它是什么样的 这个小面包也感觉里面有钱 我觉得里面有钱 好的 好看我来打开 到底是面包还是铃铛呢 面包 面包 好 那你咬一口 看看里面 没馅 没馅了 这是个面包 味道怎么样 有点像之前爸爸做的没有面包的味道 那我能吃一块吗 给你吃一口 你 它不是个馒头吗 这个我爸妈坚定 这个就是馒头 不是面包 也不是饼干 小鱼儿吃半天都没吃出是啥 好了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也祝大家圣诞节快乐 喜欢我的视频 比我还要点到这里了 我来给你了 我来给你了